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香港的朋友 外国客必采点还有三宝 额内脏也是必点美食 120到140天左右的额 对 那个时期的额 肉质跟油脂分布会比较均匀一点 有被提到就是认为说 能力有稍微被受到一点肯定 对啊 就大家整个店里超high的 贝比登店名还有这间在地小摊 卖面延载低调飘香80年 汤面同板架配上猪心猪肝 特色红烧肉更是老饕 内行菜 我在IG划刀是有人有推荐 吃过竹竿是会很难咬 可是他不会 可能是因为他有卖鸡肉吧 所以汤头味道跟外面店家不太一样 满好喝的 秘比登一共34家入选 12家是新美食黑马 台菜餐厅包括女娘的店 新业小具精品和第四代传承 一新楼 穿菜四川无丑手拿下 被评委的多一处也是推荐必尝 融融园主推江浙菜还有印度风味 翻红花都是第一次入榜 在地美食受肯定 美食靠必比登镀金 三天新闻小烧黄敬营 台北报道